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音 收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音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音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Nekong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第三天早就去了美山胜地 早上也买了这个法包做早餐 真的超级好吃 这辆车是我们昨天在巴拿山那里走的那位司机 今天就报了15万吨 一百萬吋,大概三百多元 包我們由遜港前住港酒店來美山勝地 他們會在那裡等我們,等了一個多小時 送回我們去現港的第二間酒店 我們在現港的城市乘搭了大概一小時的車 來到美山勝地的入口 門票是50元港幣 我們現在上了中浩的接駁車 車載我們去美山勝地 因為如果我們有一個入口走進去 要走兩公里 如果這個天氣太太陽下 應該會中暑 我的頭髮很涼 車放下我們之後,看到這個入口 應該沿著這條路,即走進去 美山勝地有小吳哥佛之稱 是當年尖婆皇朝的神殿 專用來供奉這個濕婆神 在1999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聖地裡有二十多個保留殘存的神殿 由於濕婆神是在印度傳入的 所以裡面的建築物也具有印度的風格 我們當天去到,大概有十個古蹟建築群 全部都要一個多小時 千萬不要保持我們這樣 日當空,下午十二點來這裡 是會中暑的,會熱死的 我們現在超級熱 是爆汗的 即是在腳趾尾在流汗 你的頭髮扭到 你現在下雨了 你現在下雨了 可能會不會吧 不,你的身體在下雨 謝謝 我也會建議大家可以補一些美山聖地的local tour 就會有一個導遊跟著講歷史 就會更加明白裡面的歷史是怎樣 這裡有一個其中一個塔 是我剛才聽到導遊說 是可以進去的 不知道裡面是怎樣的呢 怎樣的? 沒有的了? 我看到蜜蜂炒在那裡 好害怕啊,那我錄回來 你有沒有看? 我不進去 我覺得越南有一件事都挺刺激到我的 就是這裡的廁所 發現他們無論任何景點的廁所 或者好像剛才美山聖地 郊區的地方 他們的廁所都整得很乾淨 又不會說很臭 很骯髒 或者很多昆蟲 是不會 我們第三晚和第四晚的酒店 住了這間叫做Poolman Hotel & Resort 比較貴一點 1500元日晚 在美溪沙灘旁邊 是一個私人的海灘 一進來就有些Welcome Drink 是一個薑味的飲品 是很有趣的 好,來到Room Tour 一進來就是一個放行李的穩定位 然後這裡就是廁所 然後這邊就是廁所 有有氣缸 然後這裡就有個大浴缸 然後有一塊大的鏡 不過有個簾可以關上的 可以看看外面 然後出來這裡就有個大衣櫃 然後走出來這邊就有個小的茶几位 還有一些零食 但這些全部都要收費的 然後就是來到床 是挺漂亮的 然後再走到這裡就有一個小的梳化位 然後我們這裡連接出去的露台 那我們的露台就是望回內圓景 剛才那間酒店check-in了之後 我們就過了酒店對面的一條街 就吃一碗粉麵 是很地道 就這樣坐在這些椅子裡就這樣吃 到了,$100港幣 有意外地挺好吃的 嗯 不夠 我們發現街邊的小食 是有時候比那些大餐廳更好吃 所以越南真的不想吃貴的 吃點便宜的就是最好吃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酒店的泳池 很舒服 然後走出來就是我們的私人沙灘 真的沒有什麼人要去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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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我們很少人多這邊的沙灘 是我們酒店的沙灘 你們去擺這個相機機就來玩吧 我們在酒店附近這間做massage spa 現在評分多高 所以就選了 60分鐘就320K 大概是$100港幣 不知道好不好呢 我們剛才吃完飯就來這間沙灘 吃我們的晚上 我們剛才搭了的士 來的 這個越南雞翼是出奇地的好吃 雞翼不是像香港炸的月色雞翼 但是上面有一個酸酸的汁 這個很好 出國意料帶 我們也叫了一個耳粉和汗毛包 但就比較普通 唯獨是雞翼最出色 我們翌日也有特意回去再吃多一次 這裡的早餐呢 明顯比我們第一間的早餐呢 豐富很多 有 有 有鎬裏 又有越南越色河粉 有些煎的班戟 有得自己煎酒 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水果 還有這裡坐得舒服很多 還有這裡的餐廳都很漂亮很大 有泳池旁邊就是gym 也挺chill的 看著泳池 還有一些基本的跑步機 雅琳 這些不同的機器都有的 其實這裡真的很舒服 而且很少人 游完水可以過來做gym 而且gym可以跳回到泳池那裡 這個酒店有一個好處 就是整個resort都很少人 因為這裡的房間比較少 所以住的人也不是很多 所以你不會看到泳池 任何時候都不會很多人 外面的private beach 任何時候都不會很多人 我們旁邊的酒店就是多人很多 那欠道就逼很多 所以我覺得 你給你可能比較貴一點的價錢 但你享受到的是一種 另外一種很舒服的靈靈 真的超棒 這裡 很喜歡點洗澡 還有很多beach activities 例如踢足球 玩排球 或者可以給你借那些獨木舟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裡搬獨木舟 我們剛才就在我們酒店外的 先人沙灘走回去公眾那邊 我發現我們的沙灘有對比之下 我們的沙灘真的超級乾淨 水也是超級清 然後沙灘椅 各類的東西 因為可能有人打理你 所以全部都很乾淨 又沒有蚊子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酒店真的非常不錯 我們現在點了一個grab 我們就去吃海鮮 今晚我們今晚希望吃一間很多人推介 所以希望今晚那間是好吃的 我們選了吃這間be man 希望是好吃的 因為第一間真的有個很差的印象 我們點了一個燒鹽奶尿蝦 這個已經100元50元 所以這間貴過你第一間吃的那間很多 不過這間是明顯好像是正一點的 就是叫了一個蠔蠔 是超便宜的 40元一公斤 大概有十幾隻 這個奶尿蝦很好吃 我之前的那間 好多 很大隻 雖然這間是很好吃 但也有個悲劇發生的 我們一開始以為那些奶尿蝦是50元一隻 誰知道最後是100多元一隻 我們真的嗆了嘴 也有被人騙的感覺 所以我也建議去這些海鮮檔之前 一定要跟對方談好價錢 最後才決定要不要 我們吃這間happy bread 是吃法包的 網上看到很多人推薦 所以就來了 我們點了一個豬肉加蝦 和一個越南肉 它應該是會 做完之後它會裹著那個包 所以那個包是硬的 最後結論是 我們之前吃的那個7元的好吃 比較好吃 街邊那些 你越對它沒有期望 它就越好吃 這天最後一餐 就去了很出名吃 越南可粉的火29 我們來了越南這麼多日 第一餐吃真正的越南可粉 看看有沒有吃 是50K的 很便宜 我男朋友說湯底和牛肉都很好吃 但它的可粉質質很粗 但我很喜歡 今天是來這裡的最後一天 我又是來到沙灘那裡 曬太陽 天氣也是很好 雖然我們來了幾天 它都說是會雨天 但結果每天都是這麼好天的 現港的天氣報告 真的完全是不可信的 酒店本身提供一些水上活動 作為住客的話 可以玩10分鐘的免費水上電單車 來這邊簽一些文件之後 就可以去玩 我們剛才剛在酒店裡check out 我們最後那幾三 我們首先會去粉紅色大教堂 然後我們再結尾一次我們昨晚吃的Full 29的可粉 最後再找一間cafe坐 坐到我們去機場裡check in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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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最後一個景點 就是粉紅色大教堂 這個教堂是在法國殖民地的時候建的 1923年起 當時整個越南圍是一個天主教教堂 是一個蠻漂亮的打卡位 因為粉紅色不會很殘 它真的蠻鮮的粉紅色 而且也很接近 跟我剛才吃可粉那裡 已經五分鐘的路程了 所以吃完可粉就過來這邊拍幾張照片打卡 就這樣 我們最後來了這間很有名的喝咖啡的corncafe 整間店都很暗 它很有名的喝椰子咖啡 所以我也點了一杯椰子咖啡來試一下 這杯椰子咖啡是異常的好喝 雖然它有點甜 有一點點 但這杯好喝 超棒 不錯不錯 我現在走了 來開展香港 這條影片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的影片 拜拜 下次再見